好 司马南频道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人 很可惜我还没讲他 他已经去世了 这个人叫丁建强 所以这期节目我们就讲丁建强之死 丁建强是什么人 丁建强是一个公知 公知这个词这些年臭了 原本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缩写 但是近些年有一些人自诩公知 他们撞墙沉船 他们跟中国的政治制度过不去 他们背弃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们表现的有骄狂不可一世 最后被人民抛弃了 被大家认清了 弄得丢人现眼了 所以公知就成了一个坏词 公知丁建强之死 怎么回事呢 我在那顺便跟各位推荐一个公众号 这公众号叫蒋校长 我看到蒋校长公众号里面呢 介绍了这个丁建强 实话说以前我对这个人不了解 这个人呢 他是死在美国 他是给川普先生洗地 洗完了之后呢 被人家丢进了太平间 就这么死了 而说一个自然生命 一个生命消失 我们作为同类总是要表示同情的 所以在这呢 我们首先对丁建强先生 他在美国因为新冠病毒感染而死亡 表示沉痛 表示惋惜 但是我们对丁建强先生 他所表现出来的敌视中国根本政治制度 那样一种强烈的倾向 我们又不能不做一些分析 比如说这个人呢 他得新冠病毒死了 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这事是真的 我们都很遗憾 可是因为他那种立场 这件事我们又不能不说一说 他平常不叫丁建强 他给自己请名叫何山硕 何山硕 他一直呢在美国歌颂美国 把美国说得跟花一样 然后呢 与此同时就非常努力的在网上抹黑中国 他自己呢 还说自己呢 信了某种教 Oh my God 每天呢是这种架势 他甚至自己呢 得了新冠住到医院之后 也不忘了 美化美国 然后呢黑中国 这个人呢 我都特别佩服他的意志力 就新冠病毒以来 中国的表现而言 中国的抗疫斗争可圈可点 是不是啊 全世界哪最安全呢 中国是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对吧 中国是多大的地方 而且中国是最早遭遇新冠肺炎病毒 在毫不经验的情况之下 那现在呢有今天那个成果 我告诉你 至少联合国卫生组织 包括有公正态度的人 都认为中国的抗疫斗争 是取得重大成就的 尽管你说谨慎到最后 那也是阶段性的重大成果 中国的抗疫斗争 真的是做得不错的 相比较而言 比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好得不得了 又晚遭遇的 美国现在情况什么呀 30多万人死了 快2000万人感染了 但是身在美国 因为他一直受自己的这种政治倾向支配 这位丁建强呢 他即使在美国自己得了新冠病毒 他也天天在那个地方啊 这个攻击中国美化美国 所以有一个人呢 说了一句话也算公道 他说你看他最后 到底是因为新冠病毒死在美国了 死在他美化这个美国了 这也算求人得人吧 对吧 终于呢 香港美国人的并且死的方式 和很多美国人的死法是一样的 这个何山硕啊 这个丁建强呢 很多人呢 这个对他也不是很熟悉 有一个人叫这个梅信玉 梅信玉呢 是商务部的一个研究员 他著作很多 他关注很多问题 他呢 介绍了一下这个 这个丁建强 丁建强就是这个光头啊 这位先生 这位先生呢 他是比较高产的 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反华的人物 叫做傅希秋的中学弟子 这个傅希秋啊 他是这样 他原来在国内 后来呢 前往美国寻求政治避难 然后呢 他和这面前两个人夯瀉一气 有网友爆料 说是何山硕的师父傅希秋 1997年 1997年很早了 就政治避难到了美国了 2002年 他在美国创立了一个名字 叫做美国对华协会这么一个组织 听着像对华协会 像是给我们送东西捐钱 不是的 他是一个由 到了美国的华裔所组成的一个 专门反华的 美国的那些啊 华侨都特鄙视的 特别疯狂 特别幼的 这么一个组织 虽然名字叫对华援助 其实干的事呢 他没干过援助中国的事 都是呢 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比方说 前不久 前不久 这现在12月那两个多月钱吗 两个多月钱 新中国成立71周年 国庆前夕 这个何山硕呀 就亲自策划了一场反华活动 干嘛呢 在洛杉矶那个地方 他呢 组织一部分人 要摘旗 什么意思啊 怎么摘旗啊 大家看个照片怎么摘旗啊 就是把在美国的华人居住区的餐馆啊 人家修理铺啊 居民小区啊 你过国庆了吗 中国的国庆吗 好 他去把那些五星红旗给摘下来 是干这种事的 啊 组织一帮人去干 他在推特上也很活跃 主要内容呢 就是攻击中国 疫情期间呢 他就一口一个中国病毒啊 一口一个中国病毒 他自己不厌其烦 坚持不懈 支持香港闹事 支持香港 他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反华镜像 有一些人反华 我是觉得很奇怪 他有一种病态的 好像是基于个人的原因 心理的原因 反华 而且说的话都极其极端啊 我们这丁建强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 大家知道特朗普先生呢 他甩锅中国极端反华 所以呢 何山硕呢 和他的同党 就变成了川粉 而且非常极端的川粉 川粉骂中国的话 他都呢 兴高采烈 比方说这个何山硕啊 他说 衷心希望特朗普先生能够连任 同时对美国的社会制度 对美国的选举制度 充满信心 美国的成功 不会寄托在某国领袖 而是实实在在的 是一套先进的模式 特朗普说 新冠病毒呢 不要紧 这个丁建强 就是这何山说 他就说 哈 是 美国人人家 人家就 新冠病毒不就是个感冒吗 对不对 而且美国疫情根本就没有那么夸张 那是民主党人 陷害这个川普先生 然后呢 这求仁得仁 突然间他自个就感染新冠 咳嗽 感染新冠了 他自己呢 因为特别信川普嘛 他说 没事 感冒 巧了 美国的二把道医生啊 也告诉他 说你啊 你要普通肺炎 所以呢 这个丁建强还自己发那个 发这个推特 说 啊 结果出来了 说我左肺上有轻微的炎症 医生不认为是新冠病毒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呢 拿个那个棉签啊 在我那鼻孔里处了半天 鼻黏膜 然后呢 说三天出结果 现在我身上有一些很小的结识 医生准备报告 开处方 随时我都可以回家了 他每天在在这个网上这么秀 可是开始是觉得没什么症状也不是很严重 很快就发现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呢 哼 就是前些是怎么特朗普先生得这个新冠病毒的 人特朗普先生三天之后满血复活 老头又回来了 可是他觉得不对劲 他说你看我呀 我这左肺有炎症 我现在的年纪还没有特朗普先生大 我怎么搞的 我也不服啊 这次 我得个普通肺炎 十多天还不好 人家特朗普感染新冠 居然几天就出院了 哎呀 真是不服也没 他自己还特别能给自己解潮 那不服也没用啊 然后 突然间医生说 看起来呀 你得的是新冠 得了病了 拖延了一个月 拖延又按说他应该对医生有些意见吧 你当我啊 你说我普通的感冒 左肺有点炎症 其实我是新冠病毒 当我一个月 但是因为在美国嘛 所以他不但没有抱怨 他把怨气啊 怨给中国 说亲爱的退友们 今天你们中了病毒了吗 卫生战已经公布了 我三天前的测试结果 我已经确诊了 哎 还有这样的人 得了美国 在美国得了新冠病毒 然后他还性高采烈 然后不忘采中国 然后事情发展 就是他进院了 就住院了 这个时候他还是相信美国 他说看看美国医疗 有人对这个美国质疑 说美国怎么怎么样 我看情况很好啊 秩序井然 隔离区的病房有空余啊 我都纳闷 美国你说病情那么多 那病在哪啊 他自己发推说 我因肺炎咳嗽 发热到洛西尼最大的医院急诊 哎 你现在我被送入隔离区了 我现在试入到抗疫第一线了 我亲眼看到那么多的病床 秩序井然 隔离区病房有空余 病床有空余 所以我就闹了闷了 这么多的病人在哪呢 这个人他真是啊 这脑子啊 出事了 他住的其实不是ICU 不是隔离区 而是呢死区 什么叫死区 就是没有任何救护的等死区 别人说ICU早就饱和了 他看到有空床 说明呢 他所在的地方 放弃治疗的地方 他被当成医疗垃圾 自己还不知道 最后像野狗一样 死在了没有医护的 临时的太平间 这就是美国对待 皈依者的方式 这是网上平时跟他杠嘴的 他的政敌 看他呢 天天骂中国不满意啊 这么说的 这说 当然是解气的话了 但是说的也是真事 他真的被甩到了 没有治疗的 临时的太平间 最令人感到 黑色幽默吧 他临死之前还坐着 他说天使降临 虽然我病了 病得很重 虽然没有人治疗 但是我在这呢 天使会降临 然后他以身正道 有信仰 有话怎么说的 有一个年纪比我大 我叫方方姐的一个女作家 说过时代的一粒沙呀 落在一个人身上 就是一座山 这个呢 这位先生真的 何山硕先生 他不是唯一的一个在美国的中国公知 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因为得了金冠病毒而死去的中国公知 正向的三体当中 托马斯维德说的话 无数的死了的人当中的一个就这么着 这个人就死了 这期节目我就告诉你这么一个事 只是这个人临去世之前呀 他说那些话具有讽刺性的意味 正因为他临死之前不停的在那 叼唧叼唧不停的叫 美化美国 骂中国 所以他就引起了这么多的关注 事实上呢 他是抛弃了祖国 奔向了他认为的那个自由的国度 还因为得了新冠 所以呢 成为这么一个新闻人物 如今在美国 像他这样的还有 比如说有一个叫刘运杰的 他是在旧金山号称是一个乐团里边的拉小提琴的 不是头把 是二把 副小提琴兽 他在推特上发了一张图 把中国的五角星换成新冠病毒 并称之为中国病毒 就干这种事 有的华人干这种事 这还不算完 他还用中文呢 英文呢 双语标注 说中国病毒 made in China 是中国制造 不仅在推特上 他呢 在朋友圈 也发表大量的反华的言论 他甚至动员大家 大家都把那个中国护照给他扔了 我们不要这个护照 我们不要这个护照 这个护照怎么着 怎么着 说一大堆咬牙切齿的恶毒的话 很多人奇怪 说你毕竟是在中国 中国把你在中国生在中国 生于私 长于私 尽管移民了 但是你跟中国的关系也是不断的 为什么到了美国 还反华反的这么起劲呢 哎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会有的人呢 到了国外之后 反华反的这么起劲呢 为什么会这样 这件事啊 涉及到一个心理学问题 怎么讲呢 西方心理学家在研究呢 新宗教信徒的时候 发现很多很多案例 就那些 其实刚刚入教 并不太虔诚的教徒 他为什么表现的比那些老教徒 比那些根红苗正的教徒 甚至比那个主教 更虔诚 更狂热 更疯狂 说话那么极端 为什么呀 由此呢 让人想到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 那些特务啊 伪军啊 二鬼子呀 他往往更残忍 残害起自己的同胞来 他们更加无所不用其极 这种现象 很多人研究认为 这些呢 自认为高等华人 比内地人高一等的人 他们什么心理 叫新教徒心理 因为他战队 他用过这种方式 才能表现的自己呢 他为了靠近一个圈子嘛 证明 我更忠诚 我更疯狂 我更坚定 我值得为你们 你看我做的怎么样 我敢杀他 我敢打他 我敢踹他 你知道 这些人就这样 大家知道 在香港 前段时间闹得厉害的时候 有一个四川的一个青年 四川的高考状态 这孩子多聪明啊 到香港中文大学读书了 他姓唐的唐立培啊 这新闻当中的报道了 也不是我单独报道 他为那香港的一些乱港分子 为那些港独分子辩护啊 他直接在他的网上把我们的中国大陆的十四亿人称为支区 支那区 就跟着日本的右翼来骂 这个人呢 网上说的话 能把人气死 他说我不跟你们 支区小孩一般见识 你要滚多远 你要滚多远 啊等等等等 他这个人是从四川 卢州考到 那个考到香港中文大学去的 那父母也是 寒心如苦 以为培养了一个天才 但是他接受港独思想之后 就变得这么疯狂 这种事怎么看 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张艺武教授 说之所以这样 这个姓唐的同学 他不顾一切的融入这个圈子 他呢 以那个圈子的是非标准来看待一切 他努力竭尽全力 想表现的像个香港人 甚至比香港人还香港人 香港那些疯狂的暴徒 他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于是 他只想得到一个奖赏 什么奖赏呢 就是那个圈子的肯定 知道吧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 有些公职出国以后 极度仇视中国 向外国人表现 他抹黑中国更努力 那也就不奇怪了 这也不难解释 为什么有一些人在中国 比方说武汉疫情 没那么厉害 他把武汉写得比美国要残酷 而且别人对他的批评 甚至指出说你这个不对啊 那是谣言呢 他不但不改 而且疯狂的咆哮 向你飞帽子 说你文革余孽 你五毛 你战狼 你跟我过不去 你知道吧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得到了国外的肯定 因为英国现在新冠病毒 这个已经变异了 变异之后 传染性增加70% 英国伦敦 现在一片惨兮兮啊 悲悲怯怯 淒淒惨惨 但是就是这个英国 又给他发了一顶 一百名 2020年的 妇女界的精英的旗号 他非常享受 因为他要扮演高等化人 要扮演 行高于衷扮演的 他是一个拯救者的角色 一个觉悟者的角色 这些人共同的特点 就是夸大美国的好的一面 逢中必返 逢美必捧 通过自我民族的身份的 不断贬损和丑化 来凸显自己 对美国的热爱和忠诚 金灿荣 大家叫他这个政委 金政委曾经说过 说是中国崛起啊 最愿意承认 早早就发现中国崛起 是美国的那帮 知识分子 他是经过研究发现 智库分析发现 中国真的 大大步的前进 疯狂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不得了 他们是承认中国崛起的 但是呢 最不承认中国崛起的 就是中国的这帮知识分子 美国经营看到的 他们恰恰看不到 他们天天说 中国不行了 中国完蛋了 否定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 让中国的公知浑身不舒服 但是现在大家知道 这场疫情把美国的遮羞部揭开了 美国的制度 美国的医疗体系 美国的社会治安 美国的管理 美国的这种 大家好听的 民主政治等等这些东西 在疫情面前都 现了原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样 实事求是的来分析 不同社会制度的利和弊 这本来是每个人可以有自己不同的选择的 而且选择什么样的表达 什么样的立场 这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无论你怎么样表达 都必须有个实事求是的原则 如果你错了 你就承认错误啊 有一个本来在国内当公知 但是出去之后呢 在美国发现 原来我以前是错的 这个年轻人 他就美国写了一堆美国日记 好多人从他的日记当中 得到启发 认为这个人呢 他还是有实事求是的原则的 实事求是的原则 非常重要 这个重要性 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 四马的频道 今天就说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